来看一下 那规定排序咱们说完之后的话 来看一下规定排序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什么样的呢 规定排序的时间复杂度 来看一下 从咱们的代码当中 现在是不是又涉及到地规 就不太好看了吧 不太好看的话 咱们还不直接来看代码 而分析整个过程 看一下 左边我给大家画的这个图 就代表的是这个 一个规定排序的整个一个过程吧 一上来是对整个序列进行拆分吧 对吧 那你看我们在代码当中 拆分的这个过程 说没有涉及到什么循环之类的东西 直接靠一个切片来形成的吧 对吧 那这时候也就是说 从上往下分 一级一级分 一直分到最底下的时候 每一个子序列都只有一个元素的时候 这时候还跟N没有关系的吧 真正跟N有关系的 是不是在底下合并的时候啊 所以这时候先来看了 也就是说 上面对于拆分的这个过程而言 也就是在代码当中的 对于切片拆分的这个过程而言 咱们可以去把它理解为就是O1 然后紧接着真正产生时间复杂度的 就是在底下合并的这个过程 那看一下 在合并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把它拆分成这样的 每个序列都只有一个元素 然后紧接着对它进行合并吧 合并的过程就应该是两两合并 两两合并吧 对吧 虽然说这一个合并是不是在不同的 嵌套的那个函数当中去执行的 但是整个合并来说 之间是不是没有被循环包着 也就是说他可能先去合并 合并完了他再合并 合并完了在这两个之后再往上走吧 对吧 那这个过程来说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顺序执行的 也就意味着他的合并之间的时间复杂度 应该是相加的吧 那紧接着再来看 那我们就还是按照上午去操作的这个快速排序的方式方式一样 我们还是先看横向的去进行分析 那你想我把上面的这些单独的一个元素两两合并 那这时候他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 时间复杂度 这个时间复杂度也就花费在元素比较这个上面了 对吧 我为了合并他们两个 我是不是之间得进行一次比较啊 对吧 然后为了合并他俩 是不是又得进行一次比较 但为了对他进行合并 又是一次比较 那你想对于这样的一个层面来说 横向的这一级合并的过程 他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 是不是就N呢 对吧 就是N吧 好 那是这一级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再往下看 产生这样的一个变成每个列表都是两个元素的之后 我又要进行合并吧 给他合并到下面这一级的情况吧 那你想从上面这个过程合并到下面这个状况 他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 是不是还是相当于他跟他比较一次拿到一个 再跟他比较一次 再跟然后紧接着54 再跟这两边的比较 也就是说左边这部分代表的一半 右边的部分代表一半 整体上面来说 他的比较是不是还是N呢 也就是说这一级 他的操作过程 合并的这个过程 仍然是时间复杂度为N吧 好 那紧接着再往下看 我们把他们两个部分合成一个整体的时候 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 还得是N吧 因为我需要让整个N那个元素之间进行过比较 才能够形成底下这个序列吧 对吧 也就意思是说 我们每一级合并的时候的时间复杂度是ON吧 对吧 那紧接着就看了 横向的这是N 这个也是N 这一级还是N 那接下来就要看 这样的合并执行过多少次 也就是N乘一级了吧 对吧 是这样看吧 那看一下 从上面这个过程 合并到最终底下这个情况 到底合并了多少次呢 就整个这一级来说啊 不是说两两的合并 而是说在一个层面上 由这一级合并到下面这块 下面这一横线 再由这一级合并到这一级的情况 也就是说这样一级一级去执行的时候 到底执行了多少 是不是又跟上五说的快排是一样的呀 对于整个这个序列 我对二去除 除以多少次 是不是就相当于除一个二变为他 除一个二变为他 再除以二就变成上面这个情况了 那也就是说 这样的极数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二的几次方去等于N吧 那也就应该是N就是log以 次数就应该是log以二为底的N吧 那你想纵向是log以二为底的N 横向呢 是总的是N 所以它的时间复杂度 是不是就是N乘以logN呢 对吧 这时候比较好理解吧 然后再看一下 对于这个规定来说 它的这个最坏跟最优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在吧 它不像我们上午说的快速排序一样 快速排序正常情况下 它的设计初衷是要达到N乘以logN 但它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就是再去快速排序再去拆分的时候 结果拆分的都是以它为直线 结果分成了两部分 另外的一部分是空 也就把整体当做一个了吧 然后再对它进行往下分 那这时候你看 这个过程并不能保证两边同时去执行 也就是说 它只能顺着一条线去做 这时候整个拆分的过程 是不是就拆分到N次了 而对于我们的规定来说 它是不是就不去找这个基准线的中间那个部分 一上来就按照中轴线来分 两两拆分 两两拆分 然后再按中轴线来说 两两合并 两两合并吧 所以说对它来说 它肯定能够达到N乘以logN吧 所以对于规定来说 它的最坏情况仍然是N乘以logN 对吧 也就是说 它的最坏时间复杂度是最小的 然后呢 说完这一点 看一下它的稳定性 它到底稳不稳定呢 看一下 我 它稳不稳定 也就意思是说 需要关注的是合并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一种可能 会把顺序给打乱掉吧 对吧 因为想拆分的过程 就是按顺序来拆的 那只有在合并的时候 才有可能会出现的 那紧接着想了 合并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相同的情况 然后进行给它打乱顺序呢 比如说前面有一个54 后面还有一个54 那我在合并的时候 按照咱们去写的 这个过程 看一下 我们写的是 我们写的是左边小 然后就把左边的拿过来吧 咱们写的 左边的小就把左边的进行追加吧 是吧 那紧接着看一下 当两边都执行到54的时候 这个情况下 也就意味着左边的小 我要往里面追加 结果两个是不是相等啊 相等的情况下 在这张是不是按照 把右边的54给往里面拿呀 是这样的情况吧 把右边的拿过来之后 紧接着再看 我把它往后移一个位置 移一个位置 紧接着应该还是54了吧 在这样来看 是不是已经不稳定了 但问题就是说 对于这不稳定情况 我只要把我这个东西 改成小于等于的情况 那是不是就把它避免掉了 那你这时候再来看 两个都相等的情况下 我仍然先把左边的 放到对列当中 然后再把右边的放到过来 那你想 这情况是不是就保证 它是稳定的了 对吧 所以 对于快速排序来说 对于这个规病排序来说 它就是稳定性的 我们完全在这里面 通过改一个东西 就能保证 它处理的所有情况 都是稳定的了 然后紧接着 这是关于它的稳定性了 那我们想了一下 关于规病排序来说 我们看一下 它的最坏时间复杂度 是个N乘以LogN 是咱们目前所接触过的排序算法当中 时间复杂度最小的 也是最快的吧 对吧 但问题就在于什么 它跟之前的排序算法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是在于 我执行完规病排序之后 拿到的是一个新的列表了吧 对吧 也就是说 它在时间上是小的 但是它在空间上面来说 它是不是要产生一块同等的这个空间 来进行保存处理啊 而别的排序算法呢 排别的排序算法 我始终是在这个列表当中去移动元素吧 对吧 它不涉及到额外的开销吧 只有这个规并算法是 是要涉及到一个额外的开销的 对吧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一点 然后那关于排序算法 咱们就都说完了 回过头来 往后总结一下 看一下 对于冒泡来说 最好情况下是欧文 最坏情况下是欧文方吧 选择排序 无论你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 我没有一种优化的方法 所以都是欧文方 插入排序的话 最好的情况下是欧文 最坏的情况下是欧文方吧 对于希尔排序呢 关注的是最坏情况是欧文方 然后这个堆排序 我们是不是没有讲啊 堆排序的话是根据这个数 二差数是相关的 但是我们的时间确实有限 二差数也不能深入开展 所以对于这个堆排序的话 咱们就没有讲 然后再往下看 看规定排序 规定排序刚才咱们说的吧 无论是最好还是最坏 是不是都N乘以落本 快速排序的话 最好情况下是N乘以落本 最坏的情况下是欧文方 对吧 关于这几个就是这几个排序算法的一个比较 然后对于大家在去做面试的时候 或者比试的时候 通常可能问的就是说 你知道哪些个排序算法 你可以把这些排序算法列出来 然后他可能说你去写一个你所熟知的 或者写几个你所熟知的这个排序算法 给他写出来 这是大家你在这几个当中的话 你如果不能都掌握 但是你至少要掌握两三种 这是必须要掌握的 而这两三种当中 大家又必须要掌握的就是快排了 必须要掌握的就是快排 你无论去 你说除了快排 我冒靠和选择好说 那没问题 但是你快速排序是你必须要掌握的 快速排序是必须要掌握的 规定排序用的 这个烤的或者说是用的还是比较少的 但是快速排序的话用的是很多的 因为快速排序来说 我们虽然说看到他的最坏情况是欧文方 但是他更接近于n乘以Lokn吧 正常情况下你可以给他分成两个部分 很少情况下只能分出一个来 所以他最终在使用的时候更偏向于n乘以Lokn了 看一下平均状况是不是反映回来的 他的那个整体情况呀 也就是说他更趋近于n乘以Lokn了 而且把快速排序跟规定排序做对比的时候 你发现快速排序是不是不需要额外的空间呢 而规定排序是不是要有一个额外的很等空间来去做呀 所以快速排序跟规定排序相比来说 快速排序应用能更广泛 也就是说为什么都会去考快速排序的一个原因了 是不稳定 但是这个稳定的话就要求的是你的应用场景了 就看你的应用场景上面到底需不需要最终产生的这个序列保不保序了 需不需要保序了 如果保序的情况下 你就没有办法去用快排了 但是对于这个保序的情况下 我们用的又不是太多 我们之所以大家提出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 但是这个情况真正在使用的时候 又不是经常会关注的到 给大家提出这样的问题 好那关于排序的话 咱们就说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